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 3年10月11号 周三晚上的6点55分 今天的股市波动还算比较不错 那么在盘中曾经有一轮走低 午后开始反弹收复了日内全部跌幅 标普在日线级别内 也是连续第4个交易日反弹 在标普的11个板块中 有8个板块上涨 受到10年期国贷收益率大幅下滑的提振 房地产信托板块今天成了零涨的板块 大涨2.02% 那么最近地产信托这边 底部的反弹还是比较猛烈的 但是最终它的走势还是和利率的预期 以及维持多长时间息息相关 那么今天在基本面数据方面 PPI的数据出来之后 有一点点的小担忧 因为整体的PPI比预期会热一些 9月总体的PPI上涨了0.5% 那么前值是0.7% 高于市场预期的0.3% 那么在同比方面是上涨了2.2% 前值2.0 预期是1.6% 在核心的PPI指标方面也是超出了预期 环比和同比分别增长了0.3%和2.7% 不过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能源 还有贸易的这个叫超级核心PPI 这个只是月环比上涨了0.2% 低于8月的0.3% 所以总体上来看 目前未来的PPI的下降的趋势 在总体上来看还是会持续的 但是短期的由于短暂的油价的反弹等等 会有一点点的影响 但是进入到4季度之后 预计这些值都会继续的下降 那么更多关于通胀的消息 将在明天的CPI之后揭晓 咱们看看 到底市场这么温和的CPI的预期 能不能实现 另外今天披露的9月份的 美联储的会议纪要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新内容 和之前美联储在新闻发布会上讲的差不多 但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这个是在9月20号的会议纪要 所以后来咱们看到国债收益率这边 从9月22号之后是有一路走高的 最近才稍微的往下掉了掉 那么国债收益率的走高 是很有可能会导致美联储官员 因为金融状况收紧而放弃再次加息的 其实我们从市场上现在的压注也能看得出来 压注在11月份继续加息的概率 现在已经非常低了 只有差不多10.8%左右 在12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 现在也只有百分之二十几 好 那么这个高利率现在的峰值 基本上是差不多了 现在后面要讨论的问题 就是会高利率维持多久 利率维持的越久 对于哪些企业的杀伤力越大 当然是对那些目前的债务水平比较高 特别是对于短期债务水平较高的企业来讲 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 之前包括地产信托 公共事业 他们大幅的下滑 其实就是这个担忧 那么说到对于企业的债务影响 扛不住的自然会破产 那么今天的数据显示 整个在2023年 由于利率较高 对于企业造成的困扰和破产 还在继续 根据标普的数据显示 9月份申请破产的企业数量 是从8月的56家上涨到了62家 今年的破产的总数 已经是达到了516家 这个水平是略低于疫情 2020年前三季度的518份申请的 2020年的全年的申请总数是639份 那么今年破产数量是一直是居高不下 每个月都有超过50家 这是2021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9月份医疗保健公司破产的数量最多 有11家 是今年迄今为止 它的整个总行业的医疗保健破产数量 达到了63家 但是这还不是最多的板块 最多的破产板块发生在非必需品行业 截止到9月 一共破产的数量是达到了64家 所以利率越高 对于高债务运行的企业来讲 是比较风险比较大的 所以大家可能有个错觉 就是为什么现在经济这么好 但是破产的数量还这么高呢 其实经济好 还是由于部分的企业带动的 对于中小企业或者经营不佳 之前杠杆水平较高的来讲 那没有办法 这个是遇到了一个特殊时期 其实这个就和个人像投资在 比如说投资地产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的杠杆水平较高的 这一轮地产的如果你有重新申请贷款的 维持了高利率的 对你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杀伤 但是有的人看到机会 有的人看的是风险 有的人认为转折点即将到来 再扛一扛就过去 有的人认为利率还会持续攀升 因为明年很有可能通胀还下不去 所以现在接近到四季度 也是咱们的一个转折点和看点 咱们今天简单的把这些经济数据过一下之后 和大家更多的来看一看个股的消息 个股层面今天也准备了比较的多 和大家一个个的讲都列在这里 包括TTWO TXN微软还有CHATGPT CHPT 还有NVDA和大家一个个的来说 首先来说一说TTWO 这个股票也是讲的比较的少 今天Raymond James分析师是把TTWO的评级 上调到了跑赢大盘 而且还设定了170美元的目标价 那么TTWO这家公司 比较著名的就是它是侠盗飞车 侠盗列车系列的拥有者 那么TTWO的公司在5月份当时曾经说过 说2025财年的净预定量将达到80亿美金 就是在2024的自然年度 而2024年的财年的预定量 是54.4亿到55.5亿 就是现在这个年度 那么市场预计在自然年度的2024年 它很有可能会发布侠盗列车6系列 那么所以现在对于2024年整体的预期 就是25财年的预期 大家看起来是非常之高的 就是在财年25年3月的25财年 自然年度的24年3月到25年3月 这个预期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上来看 今年144块钱是已经来到了24财年的 这个年度的3月份的上限 但是和25年3月份的下一个年度相比 这个位置还算是一个中间位置 中间位置107.317 中间是在212比中间还略低一些 所以现在大家 这支股票存在的风险就是 如果24年没有去发布这个系列 那它这个肯定是达不到的 126肯定是达不到的 反之如果顺利发行卖的也比较好 那它这个增速就有希望实现 根据公司的预期算出来的 公司之前在5月份给的预期 好 那么它主要是看一下现在的技术面情况 145 153 是它当前的一个小压力 上方的156到162是较大的一个压力位置 那么下方较大的支撑是在135到141 所以这支股票 未来也是大家愿意做的话 也可以去观察观察 去等一等 好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德州 德州这边是被分析师下调了评级 我们说有上调就有下调 整个分析师在今天 RIC 他是下调了对TXN的评级 取消了之前195美元的目标价 他认为TXN将面临持续的利润压力 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整体它的行业 它所在的半导体行业 它所提供的那些产业链上的复苏情况并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我也看到咱们23年的整个增速预期是-22% 24年是正的6% 所以它明年的增速并不高 那么从估值上它其实还有下滑的空间 这里讲它是想提醒一下 德州这只股票一旦跌破了151块钱 从估值上来讲它也是非常合理的 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风险是它的下一个支撑非常远 在126到133块钱 意味着有很大的下滑空间 跌到126到133 从估值上来讲也是合理的 所以这只股票大家要看好 要么就是在151这个地方只跌 能够去横盘调整 但上方的压力在160块钱到166块钱 也是一个强压力位置 所以这只股票暂时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机会 喜欢这只股票的朋友 你可能需要持有更长的时间了 好 另外再来讲一讲关于微软 微软最近是遇到了一些麻烦 第一个麻烦是今天大家可能看到了 关于微软的负面消息 就是对于税务局这边给了它一个新的通知 要求微软是额外支付289亿美金的税款 外加罚款和利息 那么这个不是一年的 是好几年前的 就是整个积累下来的 微软这边也给了个回应 说我们不同意调整 并会通过国税局的行政上诉办公室 以及必要的司法程序提出强烈的意义 而且预计不会在未来的12个月内 就这件事情做出最终的决定 另外从微软别的方面来讲 其实有两个东西对吧 一个是它的产品系列 就是这个ColePilot 还有一个是它大家认为可能会比较赚钱的 这个ChatGPT 把这两个消息跟一下 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目前有150万用户的AI编程工具的ColePilot 是在平均每个月上都可能需要亏损 倒贴20美金一个用户 最高的可能能达到80美金的补贴 相当于微软在每个月在这个项目上 都要亏损约3000万美金 那么第二件事就是ChatGPT的用户增长 现在已经开始放缓了 今年的9月份ChatGPT应用的总营收 创下了458万的新记录 但是增速已经明显放缓 最新的数据显示在过去几个月里边 应用的营收增长都超过了30% 其中7月31 8月39 但是到了9月份 营收的增幅却降到了20% 这可能代表愿意为ChatGPT Plus 每个月支付19块9毛9美金的潜在市场 可能已经达到了上限 那么这个服务本身是提供响应时间和更快 还有包括一些优先特权的高级服务的 这个高级会员使用的 一直以来都是最近增长的推动力 从地理位置上看 美国仍旧是ChatGPT最大的市场 占到了其总营收的60% 目前整个ChatGPT的应用在9月份下载 是1560万次 那么谷歌商店是下载900万次 苹果商店是下载了660万次 从推出以来总的安装量达到了5220万次 那么微软这只股票我在上次加仓之后 它也再也没有给到更好的加仓机会 从现在的价格上来讲 基本面就这么个情况 这个再往上涨涨的到24年6月份 肯定就是要涉嫌要被高估了 那么就只能往25年6月份去看 但时间稍微早了一些 从技术面上来看 现在如果突破了343块钱 将直接去上看前方的目标就是新高附近 所以总体趋势还算是可以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它的技术指标 你会发现 如果再这么涨下去 很快就会进入到超买区域 超买区域 所以在343这一线 有没有可能再次被抛售 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 暂时我在这里没有什么想减仓的意愿 看一看它什么时候能到前高 如果能更早的到前高 那么我肯定就会减仓 如果拖到明年什么4 5月份了 3 4月份了再去前高 那我肯定就不减仓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可能就要看25年6月的更高的目标了 所以暂时这个地方没有更多的 和大家更新的 大家只是注意技术面的343突破之后的 一个前高看法 好 然后这是微软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的一只今天暴跌的股票 这个CHPT充电桩股票 那么这只股票在今天是传出了利空消息 它的利空消息主要是分成两块 第一个是宣布出售股票筹集2.32亿的现金 这个是为了明年实现想把折旧汤贪销和税后的盈利的账面 给做漂亮所以它筹集了2.32亿 出售的这些股票原本不是在流通股里的 所以它出售之后相当于变相的给流通股 推测 因为现在不知道是多少钱 卖了多少股 现在并不知道 只知道一个总价 推测预计会增加6000万股 那么预计是增加17%的流通股 所以今天一口气跌了15% 其实也是比较合理的 另外就是除了筹集资金外 它还调整了它的可转换债务的条款 转换的价格是从24美元下调到了12美元 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也是不利的 代表它股权稀释的可能性会更大 因为你价格变低了之后 可能兑换的股权就会变得更多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变相的 潜在增发的稀释股权的一个因素 导致这只股票今天也是大幅下跌 那么它目前的状况 整体从基本面上也是比较利空的 由于之前更多的厂商是运用了 特斯拉的超级充电装 所以像它来讲 未来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相当于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 另外就是技术面上 它现在已经创下了新低 历史新低 像这种情况 大家就不用去猜什么底在哪里 下面有没有什么技术面支撑 都没有 走到哪算呢 技术面下行这种情况是没有底的 反之这里也传授一个小的经验 如果是新高的股票 它上方是没有压力的 没有压力代表着技术面的可想象空间 也可以非常大 完全可以脱离基本面 所以这只股票 大家如果手上还持有的 你只能用时间去等了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对吧 因为最近连续下挫 如果你要止损 我相信你早就止损了 如果你没止损的话 你肯定希望再放很多年 看看未来还没有翻盘的机会 好 再来讲一下另外一只股票 英伟达 英伟达今天是再次大涨了2.2% 英伟达这只股票 现在只剩下了473块钱 近在咫尺的压力 就会去上看前高 有不少的公司 由于它在过去的一个星期 是进行了机构的投资调研 很多的机构在近期 都是上调了对于英伟达的 整体的目标价 现在把英伟达的目标价调到什么 600 700的不少 不少 那么意味着你现在按照600 700去算 它至少还要30到50的空间 但是机构的目标价 但是大家只能当成是一个参考 你千万不要当成说 一定能到或者怎么样 但是从现在来看 我们在10月2号的时候 曾经给大家做过一轮估值的调整 给大家展示过两套系统 如果按照未来比较快的前瞻 50倍的12个月的PE中位去算 它确实在25年1月这个财年里边 有可能达到600以上的价位 这是高位的估值 但是它的前提是到26年的1月份 这个财年 它还需要保持现在的一个 高符合年化的增长 至少要增长40%以上 当然基数越大增长幅度难度就越高 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么至于26年1月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业绩 我现在没有办法判断 所以我现在只能给大家25年1月 它的一个潜在的估值情况 如果你按照正常的符合年化去算 那它过了475往上 就是473往上500往上 肯定都是高的 所以就看你怎么去看待 在未来2到3年 英伟达的对于市场的占有率 和符合增长的情况了 就需要大家自行去调研数据了 这个可能数据模型不一样 你看到的东西也就完全不一样 气数面上突破473 就可以上看前高及前高之后的新高 好 然后说一下指数方面的情况 今天指数方面主要是谈到两点 第一点 标普和Wix这边 它们的扣都是在小幅的 Wix的扣在小幅的增加 标普的Put在小幅的增加 它们两个是比较对应的 因为Wix反映的本来就是标普 未来30天的年化波动的水平 所以这两项代表着 现在大家在面对明天CPI之前 有略微增加防守的小迹象 这个增加的量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已经不是在减少了 这个是延续了昨天的趋势 标普是延续了昨天的趋势 已经连续两天 那么在Put这边都开始小幅增仓 但是不是看暴跌 首先它是在保护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保护 另外在纳指道指和罗素上 表现出来的又不一样 它们这三个 依旧它们的扣还在增仓 增仓代表什么 代表继续不看大跌和看反弹 意味着纳指道指和罗素 还有继续反弹的可能性和空间 好吧 这是对于明天CPI出来之前 市场的一个大致的方向 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小小的帮助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最近的市场其实每天反弹一点点 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也比较的平淡 怎么才跌了这么点就不跌了呢 没办法 这个就是市场技术面带来的一些支撑 所以反弹上去之后 大家也要记住 反弹它就是反弹 技术面近在咫尺4330点 已经进入到了反弹的压力区间之内 随时可以去掉头的 随时可以掉头 不要把反弹直接就看到前高去了 市场没有那么快的看法 好吧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 希望大家还是能多多帮忙点点赞 谢谢大家 那咱们今天节目到这 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